本土病例數有44,665位 那比起之前一天當然是來的少 上一週的星期四的話 些微的一些的增加 那目前呢看起來我們的疫情 還是在高原期 疫情連續四天上升 確診數也較上週同期增加5.8% 其中又以新北9,170例最多 台中一口氣飆破5,000大關 0加7國門將開 指揮中心認為疫情不會擴大 不至於到這個會飆升 然後我想影響是小的 那以現在我們入境的陽性 確診率大概是3%左右 那我想占我們每一天 我們的確診的人數 大概是只有1%以下 那就算改成每週15萬人 大概也大概是這樣子的數字 所以它影響是還滿有限的 指揮中心拿出數據證明 希望能化解疑慮 但國人最關心的口罩令 王必勝還是沒鬆口 我們的評估是希望能夠達到這個社區低度流行 維持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才會再去考慮這個問題 不管是國人或者是外國人來 都是同樣的一套法律 遇到有違規的 當然我們是以規勸為主 惡意的 當然也不排除為開罰了 體溫它並不是這個一定會有發燒 那所以那所以它的這個敏感度 在檢測的這個敏感度上面 就沒有那麼高 那不過我想我們的這個體溫檢測 已經這個實行了很久 那我們現在有在討論 管制步步鬆綁 而對抗疫情的第四批莫德納次世代疫苗 60.5萬劑已經抵臺 只有雙軌並行才能與意共存 進行為劉沛婷 洪偉濤採訪報導